你們要不要代表行政院先跟我們立法院先那個道歉 沒有今天這個事情還沒有查清楚 因為我們現在在按照我們提名的規定 沒有沒有沒有我想跟委員說明 跟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就是說你們應該要嚴格把關審查嘛 對不對 我們審查在我們審查的過程裡面 人家都有辦法查出來 為什麼你們行政院就是不知道有這件事情呢 我想今天對汪用和女士也非常不公平嘛 對不對 他今天來這邊你們審查不清楚 讓他今天來這邊被質詢之後發現這些問題 我們審我們審查的 立法院道歉浪費大家的時間 讓大家一個早上的時間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一個事實吧 那未來你們就提名作業的部分 你不應該就是要審慎嗎 針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你們不能夠保證說未來不會再發生這種情況嗎 我想我們依法研法 而且我們按照法定的程序來做審查 我們應該審查什麼我們就審查什麼 我們想要按照法定程序有漏的部分 那我們要負責 請問一下你們的審查到哪裡去了 我們審查審查他有沒有雙重國籍 他沒有雙重國籍 他沒有雙重國籍 所以你們對於自己的 我們也審查他有直接的利益關係 等等你們都沒有去查 包括他們投資的狀況 包括他一等親的狀況 都沒有嗎 難道這樣的情況 你們不用跟我們立法院 所有的委員道歉嗎 我想在我們這個法定的規定裡面 並沒有要審查他爸爸開什麼公司這個部分 也沒有辦法審查這個 我們審查他本人的 我想我們審查他本人的 有中資的一個介入的一個情況 但是呢 你們這個行政院 連最後的把關都沒有在把關 我認為你要先道歉 至少對程雲林的部分要先道歉吧 他每個人來都說他有家庭因素 或者是有這個 這也是一個家庭因素啊 他爸爸 這個如果這個是屬實的話 他的父親 就是 他的公司就是中資所投資的公司 而且 這個中國的公司還佔了六成 而且還有親屬關係嘛 如果這個事實是屬實的話 不是嗎 我們是查他本人 我們是查他本人 不可能查他九族吧 那要讓我們在野黨 去把他查出來嗎 對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要詳細了解這個狀況 因為我今天沒辦法在這邊 馬上當務的原因 是我們也沒拿到他的這個 那你們就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你們未來審查的標準是什麼 你們要告訴我們 我們審查 我們審查的標準很清楚 因為在這個 那個我們通常會的主司法裡面 有規定 然後我們利益衝突法也有規定 我們審查他的 有沒有違反利益衝突法 有沒有違反這個通常會 這個在裡面裡面是沒有的嗎 這裡面是沒有規定要查這個部分的嗎 一等氣裡面的是不用查的嗎 我們在審查是沒有查這一部分的嗎 所以你們就不管就是放任 如果中資他們是從頭到尾 他們都不會放棄用任何方式 來壟斷台灣的媒體自由 所以咧 上一次陳玉琳也有類似的情況 這一次汪用和女士也有類似的情況 難道我們行政院不用嚴加把關嗎 要一而再再而三 來讓我們立法院來當你的橡皮圖章嗎 不是我們已經非常認真的在審查 我們審查他自己的財務狀況 審查他自己 但是我們不知道說他家裡的其他人在 我們怎麼會知道他家裡的其他人在經營什麼事業 他的事業跟誰又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牽扯太遠了 那以後請我們政院長來做就好了 不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個牽扯太遠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審查 我們依法在審什麼就審什麼吧 秘書長 就陳玉琳女士的部分 你是不是要事先道歉 陳玉琳她媽媽發生車禍你叫我道歉 我覺得這個也不對吧 沒有嘛你不能老是說個人的因素 他是因為個人因素 那你當時在審查的時候他沒有個人因素嗎 他是因為他媽媽後來發生車禍 他請辭說要照顧媽媽 那這個部分 我怎麼可能知道他媽媽會發生車禍 你可不可以保證說未來你們會嚴加審查 我們審查一定是非常嚴格 我們人事總數審查非常嚴格 因為依據通傳法跟這個 如果說未來審查出來 確實有投資的一個情況 或者是有任何利益 利益衝突的一個情況的話 那你願不願意保證就是下台 我們想審查出來說 他這個這個部分 他假如提供給我們審查的這個 這個資料不實 或是說我們審查自己本身有瑕疵 這個部分我們審查的同樣我們要負責 對不對 可以嗎 如果隨時下台無所謂 我覺得這樣講法不對 因為我覺得說你要審的時候 依法要審什麼就審什麼 如果你代乎職守的話 對我說代乎職守當然我們要負責 對我說代乎職守當然我們要負責 對不對 代乎職守當然我們負責 但是我們今天依法來審的時候 你超出法令所規定的部分來找我們 找我們嗎 我沒辦法 什麼叫做找你的麻煩 對 你現在講的之中 那本來就應該是你們的職責嗎 這個 我們依據法令審查他有沒有雙同國籍 依據法令他審查有沒有那個利益衝突嗎 那這個部分都不在法令的規定裡面的吧 三清等內沒有利益衝突嗎 一等清裡面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嗎 這個不用是不是你們應該查的部分嗎 好不好 不要告訴我這個部分 一清等 一等清裡面包括配偶都是你們應該要好好的調查的部分 這部分我想我們的人事總署這邊都有在查 都有在查 不是屬於利益衝突法 你告訴我不是沒關係 是不是 好啦 請一下那個NCC的主委 主委 委員好 主委 是 你覺得如果有這個投資的公司 跟這個我們的審被提名的委員有這樣子的一個 比如說 關係的話 你認為他適合來擔任我們的NCC主委 我不是指汪用和女士 我說未來 有這個投資關係 就中資投資台灣關係 而且跟他之間是有利害衝突的情況 他們還適合來擔任我們的NCC主委嗎 我希望主委你要表態 根據我們的組織法第八條的要求 應該是說 他不能夠從事這個通訊傳播產業 也不能夠去投資 那這是法律明文禁止的 那至於委員所問到的可能是指 跟我們的監督的業務有沒有關聯 那這一點有關於實質的利害關係 我們會就個案去了解 那目前我們也去進一步去查有關這TMT 有關於這個電信增值跟新媒體的實質內涵為和 跟本會的業務之間的關聯 我們會徹底的去了解 所以如果是跟你們的業務內容相關的話 那這個部分就應該要禁止嗎 沒錯吧 跟我們報告可能分兩層 第一個就是委員本人去投資或是經營這個通訊傳播產業是絕對禁止的 那如果其他他的利害關係人從事這一些活動會導致他的決定呢 可能會有不公正的這種疑慮呢 那是屬於個案的利益迴避 那這我們都會嚴格把關 所以你們你們就是認同啊 如果說有類似的這樣的情況 事實上是不不應該是我們的這個就是 未來提名成為NCC委員嗎 屬於法律禁止事項的話 應該就消極資格 一旦出現消極資格是不能夠被任命的 那如果是個案上的利益的衝突的疑慮的話 在本會的這個有關於我們委員的自律規範部分 我們會從嚴要求 我們現在都會有做利益衝突的迴避 好 那我現在想請一下那個江優芬女士 江優芬 你好 江女士你好 因為我想從你的這個本身的這個過去的一些資歷來看 您是一位優秀的律師 也曾擔任書記官 那後來在比較多的時間是在我們這個電信業裡面服務嘛 就是NCC裡面服務嘛 沒錯吧 是 我其實一直都在從事公職 我都在公務機關 我知道你在公務機關 我是說在NCC 你大概擔任多久的職務 NCC95年2月成立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這裡一直到現在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你的那個就是有一些著作的部分 我們只有看到就是說 現行法制用字 法制用字用語的研究 等等的研究 但是我沒有看到您對於這個通訊傳播有專長的部分 那您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您有什麼樣子的專長 我本身是法律系畢業的 所以我的專業背景的話是法律 那只是說 在行政院工作期間 我是有參與了電信三法的一個審查工作 那在NCC成立之後 那我就是有負責一些專案的工作 那譬如說像是在NCC 我們這個工作期間 我們有電信 固定通信業務室內網路 製造的核發審查 那還有衛星行動通信業務 特許製造的核發審查 那目前的話 比較有個比較主要的是一個 就是衛星通訊傳播事業的 執照的聲色 換照 還有評鑑的工作 好啦我時間到了 我大概只有問最後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望中案跟那個衛傳媒的案子 你的看法是什麼 望中案跟 望中案的話 已經做出處分了 那他現在要好像在訴訟當 要行政救濟 那我認為這個部分 他的已經超過了這個 就是市場的佔有率等等 你應該很清楚啦 是 那衛傳媒的部分呢 那衛傳媒的部分呢 你會如何去依法去執行 如果說你未來是這個 我們NCC的委員的話 呃 衛傳媒的部分的話 因為現在公平會 就市場競爭這一塊 他還在調查要處理 那未來等公平會那邊處理之後 到本會的話 我想我們本會 就要從 還是要從公平市場公平競爭 還有言論集中度這個問題 這兩方面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想請教一下 那您會不會受任何的政黨 好所左右 或者是沒有這個 不會依法行政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可能 呃 根據我們組織法第八條的規定 本會的委員是要依法 獨立行使職權 這是法律賦予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職責 所以我一定要遵守這個職責 我希望你能夠依法來行政這樣子 是會 謝謝委員